像这个00713 它从成立以来到现在 这几年下来 它的平均报酬率大概怎么样 当时候如果假设你投资100万下去 到了2021年底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会从100万累积到多少 140多万 整体的投资报酬率超过40几个percent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工商理财新时尚 轮转您的理财新观念 我是主持人朱汉伦 现在全球的股市都跟着美股 一起跌跌不休 台湾更是连跌了好几天 这个时候市场上一片人心惶惶 大家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避风港 那么我们在基金市场当中 要怎么样选择 它的波动很低 很抗震 但是仍然可以帮助我们赚取高的报酬率呢 在听见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的荣幸邀请到了 有基金医生支撑的达人 冯志远冯老师 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哈喽好 大家好 首先想请问一下冯老师 因为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股市都在跌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要来做投资的话 到底我们要怎么选择比较好 到底我们是要选择海外市场呢 还是选择台湾呢 我想很多投资朋友在选择市场的时候 都大伤脑筋 不晓得要选择美股好 还是日本好 还是其他的一个市场率也要好 其实呢我们在选择市场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还是看它整体的一个价值的一个状况而定 那怎么样看待市场的一个投资价值呢 就是看它整个在年化报酬率的表现 跟企业的鼓励发放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这里带来一个图表你会发现说 以过去这三年来讲 纵轴的部分是年化报酬率 那么横轴的部分是企业的这个整体市场的平均股利率 那如果我们把几个比较重要的市场放在这里面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往右往上的话就代表市场的表现是比较好的 结果你会发现你认为美国股市表现很好 结果它只有在中段班 最右边最上面的反而是我们的台湾股市 在不管在年化报酬率跟平均的股利率的一个表现呢 都胜出于其他的一个市场 其实呢这就证明最好的市场有时候就在旁边 不必舍尽求远 所以这个状况呢我也是提醒投资朋友 就是说你可以把台湾股市呢 放在你自己的投资组合里面也是蛮好的 是啊因为这样看起来的话你看台湾的这个报酬率 我们讲那个价差报酬率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15.7% 然后在殖利率的部分我们也高达4.9% 所以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最好的地方 真的就是在台湾 真的不用再去舍尽求远 没错 当然台湾的市场这么好 又是我们自己的市场 我们当然不能够缺席 但现在问题来了 因为台湾的股市跌很多那也是事实 特别是说你看像7月中旬啊 跌到国外基金到进场了 那最近呢这个FED 他们现在不是升息越来越鹰派吗 然后最近股市又再跌了一波 那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还是想要来投资台湾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投资比较好呢 我想在今年来讲 真的投资难度非常的高 首先我们先确定趋势 那么趋势呢 整体全球股市在整个俄乌战争 跟美国联储会升息之后 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今年应该是比较偏向空头的一年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投资的一个方向就不能够再像过去一样 一昧追求了高报酬 反而控制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如果你不管是选择哪一个市场 我觉得选择所谓的低波动 低波动代表就是说你的风险呢 受到比较好的一个控制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唯有在适当的控制风险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才能够追求后面的一个报酬率 所以低波动现在反而变成是一个重点 当然就是以前那个报酬率是最高价值 可是现在好像两边都要并重 对 那刚刚讲到低波动 我就有想到说像元大投信 它是这个市场上的龙头投信 那事实上它的这个整个公募基金的发行量 在全台湾规模是第一名 我印象当中它好像有一档叫做 高息低波的00713的基金 那不晓得老师有没有听过这一档基金 那您对这个基金的了解大概是怎么样呢 元大投信他们是这个ETF的一个始组 那现在来讲呢 各种的主题性的ETF也是这个百花齐放 那我觉得他们旗下呢 有一档的这样子的高息低波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是还蛮有特色的 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说00713呢 它追踪的指数是特选高股息低波动的一个指数 目前来讲它的一个产业呢 是一个比较多元性的 除了电子之外 还有包括金融啊 传产这一些 那目前的前几大持股 包括像这个台湾大啦 华硕啊台硕这一些 都是呢市场上相对来说的话 就是长期获利稳定 那在股息发放里面呢 也是名列前茅的一个个股 那同时呢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特色 其实在选择成分股 它是一个比较倾向多元产业 因为如果说太集中在一个产业 不管是所谓的电子股或金融股的话 比较容易在电子股大涨或大跌的时候 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但是如果你是多元分散的方式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风险就容易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分散 所以目前来讲 我看到00713的几个 第一个特色呢 就是在多元产业的一个分布 目前有总共有14个 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分布 14个哦 那真的极度的分散了 那同时呢 它在挑选方面呢 它是用一个 精选一个中小型的个股 从此呢 它是用一个比较价值投资的一个方式呢 高满跟低满 所以呢 形成了它一个三大布局的一个特色 而且刚好啊 因为现在台湾很多这个中小企业 他们在起飞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时候去参与这个中小企业的投资 它刚好可以 可以就是说争取到更多高爆投率的一个机会 对 没错 这一档ETF它的一个波动性如何呢 其实呢 我们也来做一个比较 如果我们以过去这几年 跟指数成立以来呢 跟台湾加权指数相比 这个蓝色的部分呢 是所谓的00713的一个波动率 波动率越小呢 代表说它的一个风险是比较低的 结果我们发现说 不管跟这个台湾加权指数 在过去一年 两年 跟三年 或者是指数成立以来呢 它都是比较低的 代表说它的一个风险的控制程度呢 比台湾加权指数来得更好一点 的确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会想到 是不是控制了风险 会牺牲的一个报酬率呢 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过去的一个报酬率的一个表现 其实如果以过去五年的 年化报酬率来看的话 还比台湾加权指数来得更好 也就是说风险承受波动度低 在报酬率的部分表现得更好 所以在五年的年化报酬率呢 其实是相当出色的 是的 同时我们刚刚讲过的 五年年化的波动度 又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到在这两个情况之下 都代表说它控制的是 比台湾加权指数表现来得更出色 同时呢 大家比较关心就是所谓的一个 殖利率的一个状况 你会发现到这一档ETF 它的一个殖利率平均的一个水准呢 在每年的一个表现呢 也是高于台湾加权指数的 所以这个图表 它真的就是把所有投资的关心 全部都呈现出来了 因为你看 这个代表说 其实它的这个抗震效果 真的是非常好的 你看这个波动度就知道了嘛 因为它的报酬率跟殖利率 它又胜大盘 对 当然来讲了 我觉得跟这个00713 它本身的一个选股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是的 你如何在这个震荡的一个盘子当中 挑选到一个比较低波动 同时长期表现又比较好的 跟你的选股一定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如果比较精细的 再去看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到 这个00713 它在指数成分股的一个选择上面呢 第一个呢 先用市值来进行严选 先选出这个250大市值的一个公司 同时呢 再利用鼓励的方式 把前60%的公司的一个鼓励率呢 把它给筛选进来 先选择大的 再选择所谓的鼓励率高的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第三道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因为呢 要支撑股价上涨 最重要的就是在你的基本面 所以它透过四大基本面的一个方式 包括整个在获利能力啊 价格动能跟权益报酬率 跟现金流量的一个状况呢 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比 精选到最后 在波动度的一个部分呢 每一个个股的一个持股 都不超过10% 因为当你一个个股 投资太多 即使你再看好 都有会出现一个波动 比较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透过这四大严选的一个方式 选出来一个成分股 整体的表现 不管是在波动度 或报酬率的部分呢 都有表现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再来精细看一下 就是00713它目前的一个产业配置呢 你就会发现到 如同我们一开始所讲的 它是一个比较多元产业配置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会发现到 它在比较高的呢 虽然还是在电子 但是它其实只有56个一个percent 那在传产跟金融的部分呢 它也有琢磨 传产有超过24个percent 金融也有超过5个percent呢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配置呢 来达到它一个低波动的一个效果 所以真的对投资人来讲 与其自己选股 不如去挑这个 用四大功法严选出来的这样子 高息低波的一个基金ETF 对 像这个00713 它从成立以来到现在 这几年下来 它的平均报酬率大概怎么样 因为通常我们看基金的话 我们不会只看它成立一年的绩效 我们希望能够拉长时间的跨度 来看一下它的表现如何 好 00713也呈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时间点 刚好蛮适合来审视 它的一个绩效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看到00713 今年以来还是下跌的 因为市场不好 但是它跌的有没有比较多 跌的比较少 只有5.73个percent 到三月底为止 但是呢 同类型的台股基金却已经跌了超过17个percent 所以这两个来讲 你会说一样是选台股 为什么一个跌的比较多 一个跌的比较少呢 三倍耶 对 所以这跟我们刚刚所讲的 在这个严选公法 选成分股的部分 就变得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放长一点来看 不管是在过去一年 两年跟三年 你会发现到 过去一年的确它也是小跌 但是呢 比起台股基金也是跌的比较少 但如果我们放长到两年跟三年 你会发现这一档007.3 它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绩效 寒息的一个绩效呢 都有超过4成这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真的是表现得还蛮不错的 跌的时候 它比人家少跌了大概两倍 然后可是涨起来的时候呢 它比人家多涨一倍这样子 我们再用一个比较数量化的一个方式 可能大家就更容易了解 007.3我们就说在是2017年 所成立发行的 当时候如果假设你投资100万下去呢 到了2021年底的话 你就会发现 哇你会从100万累积到多少 140多万 有整体的投资报酬 有超过40几个percent 赚了40几万 其实也还蛮多的 所以这是用一个比较数量化的一个方式 来告诉大家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透过长期累积的一个方式呢 也可以累积到很好的一个报酬率 所以这重点是要选对商品 最近听说这个007.13 它在这个配息的方式 有一些很大的调整 因为好像它本来是年配 它现在要改成季配了 然后另外呢 它还有这个收益凭准金的这个机制 跟不过请老师帮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说这些制度上的调整 大概对投资人的影响会是怎么样呢 我想ETF这几年很夯 除了它的一个整体的绩效表现很不错之外 其实很重要一点 在于它整体配息的状况相对的一个稳定 被投资人拿来当作所谓的一个 长期存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标的 那么刚刚其实汉隆有提到 007.13最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 也就是说原本它是做年配息的 那么因应呢 投资人对于现金有一个规划的一个需要 所以呢 它现在也把它改成为继配息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一个特别 那改成继配息之后呢 他们也决定就是在9月19号进行除息 那么他们这一次配发的呢 是1.45元的一个现金鼓励 也就是说投资朋友如果有兴趣 想要参与这个007.13的这个除息的话 记得要在9月16号 因为9月19号呢是星期一 但是呢你买进的时间点 必须要在最后一个交易 就是9月16号星期五 星期五之前买进呢 才有资格去参与这样的一个配息 那刚其实汉伦提到就是 这个除了它改成继配息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就是加入了收益凭准金 那么收益凭准金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呢 因为过去ETF 在每每这个宣布发放股息的时候 就有很多这个慕名而来的投资朋友 就会在最后一窝蜂这个涌进来 涌进来的结果就会造成什么 这个升多周少 就会稀释它整体的一个配息的一个状况 但是纳入了这个收益凭准金的一个制度之后呢 就可以减缓这样一个状况 就不会再出现这种升多周少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每一次的配息都可以透过 收益凭准金的一个制度 针对不同投资人进场买进的一个时间点 进行分配 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它的一个除息的一个稳定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过去 0073它配息的状况 因为年配息 每一次配息的状况你会发现 在2018年到2020年之间 大概都1.5元上下 平均的年化配息率 大概就是将近有5% 那么2021年开始你会发现 为什么配的比较多 因为台股的表现开始比较好 它投资的企业开始赚钱 赚的比较多 收入的股息也比较高 所以整体的一个年化的配息率 有超过6% 将近有7% 同时我们以投资绩效来看的话 这个投资绩效是有含息的 我们有讲过在基金或的ETF 它整体的一个报酬要看总报酬 总报酬的意思就是 整个资本利得加你的股息 两个要一起加 两个一起加 你会发现最近一年虽然是小跌 但是不管是两年跟三年或成立以来 你会发现它的一个整体的 一个绩效表现都是非常的高 甚至于成立以来 它的一个整体投资绩效 有超过68% 那超过68% 那等于是说已经就是赚了快要七成了 对 快要七成的报酬率 而且真的你看像这个配息的金额 跟你们的话报酬率 我刚刚看了之后 真的也发出一个惊叹号 就是你看这个配息金额 如果说我们2021年跟2018年比起来的话 好像翻倍 对 没错 这其实就是彰显就是说当整个企业在多头时代表现的时候 它整体的一个获利状况比较高 获利状况变高呢 整体配息的状况也会变得拉高 而且刚刚老师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收益凭准金的这个制度下去之后 可能整个除全息之后发配的这个盈余会更加的公平 而且也会更稳定 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冯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 给我们这么精辟的这个讲解跟分享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们对于高期低波这样子的激进商品 还有任何的兴趣或者是建议的话呢 欢迎你随时在节目下方的留言板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就能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我们的节目资讯